38.团队合作在面对未知太空实体带来的挑战时,舰队成员之间展现了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。 这一章节详细描述,如何在紧张的情况下,每个人的努力和协同作用,共同确保了舰队的安全和任务的成功。 A,协同行动的开始随着未知太空实体的威胁日渐清晰,舰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意识到,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才能有效应对。 A,从指挥官到普通成员,每个人都准备好为舰队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B,信息共享在这个关键时刻,舰队内部实现了信息的快速和透明共享。 科学团队与航行团队紧密合作,将关于未知实体的最新数据和分析结果,及时传递给决策者。 C,紧急任务小组则可指派,由多个部门成员组成的紧急任务小组,负责处理具体的危机管理任务。 这个小组包括工程师、安全专家、医疗人员和通信专家。 他们共同处理从技术故障到医疗急救的各种紧急情况。 第一,林薇不论面对可能的危险,舰队成员展现了卓越的冷静和专业素质。 在泽客的领导下,每个部门都迅速而有序地执行了他们的职责,确保了舰队的各项系统正常运行。 一,危机中的创新在应对未知实体的过程中,舰队成员不仅仅依赖现有的程序和技术,他们还进行了创新的尝试。 例如,工程师团队研发了新的防御系统来增强舰队的安全,而科学家们则尝试了新的通信方法,以与实体进行接触。 I,心理支持的重要性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,心理支持团队的作用不可忽视,他们为所有舰队成员提供了必要的心理辅导和情绪支持,帮助他们处理压力和焦虑,保持团队的士气和凝聚力。 G,合作中的挑战尽管舰队成员努力合作,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,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有时会出现误解,而紧张的情况下个人的情绪也可能影响团队的合作。 但在共同的目标下,这些挑战最终都被有效地解决。 H,团队精神的体现整个逃脱行动中,舰队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支持,体现了强大的团队精神,从共同分担重复到在危机中相互鼓励,每个人都为舰队的团结和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I,后续的反思与学习在安全脱离危险后,泽克和他的团队组织了一次反思会议。 回顾了这次行动中的合作经历,他们讨论了合作中的成功要素和需要改建的地方,以便在未来的挑战中更好的协同作战。 这次危机中展现出的团队合作精神,不仅加强了舰队的凝聚力,也成为了舰队文化的重要部分。 面对未来可能的挑战,舰队的每个成员都意识到,只有团结一致,他们才能在浩瀚的太空中安全前行。